中国人看重吃 但更看重吃背后的意义 民固然以食为天 但饮食的禁忌 同样可于天气 千百年来 中国文化里 形成了一系列 关于饮食的文化禁忌 和价值取消 首先 节来之时不能吃 礼记中 记载了这样一个典故 有一年 齐国发生了饥荒 钱傲在路边 政绩鸡鸣的时候 看到一名男子 用衣袖蒙着脸 脚步绵软 两眼轰轰地走来 便左手断着饭 右手断着汤 说 节来时 结果那名男子抬起头 瞪眼看着他说 我正是因为不吃别人施舍的食物 才闹到这个地步 乔一听 赶紧上前道歉 对不起我错了 但是男子仍然不吃 最终呢 饿死了 这就是不吃节来之时典故的出处 有节操的人 即便饿肚子 也要讲重言 不仅如此 对有教养的人来说 还要恢复守饮食的规矩 因为中国人讲究 吃饭要有吃饭的规矩 孔子曰 食不言 请不语 就是说 嘴里嚼着食物不说话 吃饭 还不能巴起嘴 孔子呀 他还提出 君子食物求饱 居物求安 明事而胜于言 那就是他呀 不追求饱是终日 无所事事的生活 恰恰相反 他追求的是饮食 简朴而平凡 他说 饭输食饮水 穷而整之 乐意在其中 不亦而复浅贵 于我如书鱼 他对于那些 有志于学习和 实行圣人的道理 但又以吃穿不好 为耻辱的人 采取了不理睬 不交谈的态度 这就是所谓 是志于道 而此恶疑恶食者 为主于意见 再次我们要讲 饮食也要讲信誉 说话要算数 这是做人的基本品德 韩非子记载说 曾子的妻子 准备到集市上去 他的儿子哭闹着 也要去 曾子的妻子 对孩子讲 说你先回去 等我回来以后 杀猪给你吃 等到妻子 从集市场回来 曾子就去抓猪 准备杀了他 结果她的妻子 马上阻止说 我只不过是 糊弄小孩子罢了 你怎么真杀猪 曾子讲 不可以与小孩子 开这样的玩笑 孩子都不懂事 他就学习父母的言行 听从父母的教诲 你现在糊弄他 这就是在教育他 糊弄人 曾子就把猪烹杀了 给他的孩子吃 曾子烹制 告诫我吗 教育孩子 无论什么情况下 都一定要讲信誉 很多家族可能觉得 吃东西是小问题 于是在这方面 随意糊弄孩子 殊不知 记好人生 第一例扭扣 知识体大 在我们的文化观念里 饮食不仅是 满足生理需求的 天之大事 而且事关儒家 推崇的价值取向 礼记中说 夫礼之初 始诸饮食 儒家认为 培养文化教养 基本的饮食礼仪 是礼乐文明的开端 感谢观看